2010年1月,伊朗中部的伊斯法韩省黄沙漫天的戈壁之上有一处与世割绝的工厂 它刚好坐落在两座城市的终点,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也有30公里远 森严的警卫意味着,这个名为纳坦兹的工厂,加工的绝不是一般的货物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这里是伊朗知名的核进区 在此处进行的是伊朗的核农作项目 它占地10万平方米,大部分工厂设施都在地下 像一个掩体一样,埋藏在黄沙之下8米多的地方 仅防暴的混凝土穹顶就有2.5米厚 在该设施的大型离心机大厅内,数千台闪闪发光的离心机正在以超音速旋转 它们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浓缩6伏化硫气体 过去的两年里,这家工厂的运转一直很稳定 为伊朗的核计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 然而在过去的几周里,负责监督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的官员发现,伊朗的这个一五农作工厂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工厂里的工人一直在拆除并更换离心机 而这是很不寻常的 伊朗在纳坦兹安装了约8700台离心机 每台离心机的预期寿命约为10年 虽然有需于这些设备很脆弱 再加上伊朗的材料缺陷,维护问题和工人事故 导致伊朗每年必须更换其中的10% 因此折算下来一年更换其中的800台 平均每个月几十台,算是常规操作 国际原子能组织的监察人员每月两次访问这家工厂 以跟踪伊朗的浓缩活动和进展 每当工厂的工人退役损坏或无法使用的离心机时 他们都会按要求将它们排列在离心机室门内的特定区域里 等待IEA工作人员的检查 以确保其中没有核材料被走私出走 然后批准拆除离心机 并将每次退役的离心机数量填入报告 发挥位于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 然而2010年初 当IEA检查小组的工作人员 将最近两个月内拆除的离心机数量加在一起时 问题就来了 被拆除的离心机数量远远超过了正常数量 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官方 并没有透露伊朗在此期间更换了多少台离心机 但一位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高级官员称 在短短的几周内就有超过2000台高速离心机受损 不过根据伊朗和国际之间的协议 IAEA的职权范围 仅为监控工厂内的油浓缩情况 并不包含对故障设备的跟踪 而伊朗也没有义务告诉检查人员 为什么要更换他们 从双方协议的框架出发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 也无权询问这个问题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些离心机突然大量损坏 IAEA的检查员不知道的是 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纳坦兹工厂控制式计算机的内存之中 几个月前 有人悄悄地在伊朗的计算机上 上传了一段恶意程序 他悄然潜入了纳坦兹的关键系统 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破坏伊朗的油浓缩计划 并阻止伊朗制造核弹 世界各地的十几名计算机安全专家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分析解构了这个最终被称为 阵网的计算机病毒 使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数字武器 也打响了数字战争时代的第一枪 在介绍阵网之前 我们必须为缺乏计算机相关知识的朋友 介绍一下阵网是什么 而他们又是如何工作的 首先宽泛的来说 阵网是一种恶意软件 它是一段程序 对于计算机来说 它和你每天使用的浏览器聊天软件之类的 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问题就出在恶意两个字上 这意味着它会对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 造成一定的破坏 更准确的来说 阵网是一种计算机蠕虫 它和我们平常说的计算机病毒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其实严格说起来并不相同 计算机病毒一般需要宿主程序 在病毒运行过程中 会将自己的代码写入宿主程序 当宿主程序运行时 会首先执行编写的病毒程序 从而实现进一步的感染和破坏 比如说 如果计算机病毒感染了你的浏览器 当你点开浏览器的时候 计算机病毒也会一起被激活 而计算机蠕虫 并不像病毒那样 需要寄宿在别的程序内 它是一个独立的程序 可以自行实现自我复制和传播 也就是说不需要你去点击 它就会自动激活和唤醒 并且根据蠕虫设计者的意图 对计算机进行操作 这种自我复制的计算机程序理论 最早来自于计算机科学的老祖宗 约翰·冯·诺伊曼 他早在1949年 就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阐述了他的自我复制自动机理论 也就是现代的计算机蠕虫 而第一个计算机蠕虫 则出现在197年 一个闲得难受的美国程序员 鲍博托马斯 为了测试祖师爷 冯·诺伊曼的理论编写了爬行者程序 而这也是第一个计算机蠕虫 爬行者会通过互联网的雏形 Apa网进行移动和自我复制 他会利用Apa网的功能 获得远程计算机的访问程序 并将自己复制到远程系统 不过爬行者虽然不受控制 但他和今天动不动 锁死硬盘的勒索软件相比 倒算不上有多么恶意 因为他的功能只有一个 就是在远程系统的屏幕上 显示一行消息 我是爬行者 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爬行者非常的有效 但他的感染数量却十分的有限 因为当时的Apa网上 能让爬行者感染的计算机 一共也就28台 爬行者如虫 还催生了史上第一款反病毒软件 名叫收割者 也可以被翻译成死神 它其实也是一个如虫 但它的功能是在Apa网上 寻找并删除爬行者 考虑到爬行者那个嚣张的口号 收割者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了 日本动画数码暴龙3的最终反派 数码死神灵感就来自于收割者 而计算机如虫一词 其实比如虫诞生的时间还要晚一些 最早以如虫之名描述这种通过网络 进行自我复制和传播的程序的 是一本1975年的小说 冲击波骑士 好吧 说了这么多 爬行者和收割者确实没有造成什么破坏 但一年后的一个无名程序 就不一定了 1972年 还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一名叫阿兰·戴维斯的学生 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将自己不断的复制 直到占满所有可用的磁盘空间位置 即使是手动终止这个进程 它也会在终止之前自行重新运行 不过它并不包含在网络上传播的功能 因此只要重启计算机就能消灭它 现在大家或许能发现 如果把爬行者蠕虫和这个疯狂吞噬硬盘空间的程序 结合在一起 就会有一些威力了 1986年 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 罗伯特·塔班·莫里斯 制造了一个被称为 莫里斯蠕虫的计算机蠕虫 他制作莫里斯蠕虫的目的 也是为了研究 但却由于莫里斯在编写蠕虫时 不小心给它引入了 无节制的自我复制特性 最终在当时脆弱的阿帕网上 掀起了一场网络风暴 美国政府的大量计算机 因此陷入了瘫痪 而莫里斯本人 也成为第一个因计算机犯罪 而被定罪的程序员 时间进入90年代 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大量普及 您会发现 我们上面说的这种 自动占据所有硬盘的计算机蠕虫 其实是现代蠕虫和病毒中 危险性最低的那种 计算机病毒和蠕虫的发展历史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再说回阵网 阵网这个计算机蠕虫 其实是相当特别的 首先它特别的大 一般来说 要实现一个在互联网上穿梭的蠕虫 只要10到15KB就能完成 实际上 前面提到的莫里斯蠕虫 原代码只有99行而已 在当时 大于十几KB的恶意软件 通常是由设计者 在其中打包了一个 占用空间的图像文件 从而导致其膨胀 但问题是 阵网中没有图像文件 它的第一层是一个简单的夹壳器 这是一种数字工具 将一段功能注入到另一个 毫不相关的程序中 使防病毒引擎更难通过扫描 发现其中的签名特征 并使取证检查人员 更难确定代码的用途 一般来说 特别难缠的那种网络犯对分子 会自行设计 不易识别的夹壳器 但阵网病毒的创造者 并没有费这个劲 他们直接使用了现成的开源夹壳器 UPX 而它很容易就可以被拆除 阵网病毒的外壳拆开之后 有经验的计算机安全从业者 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寻常之处 首先是对西门子公司的 STEP7软件的引用 作为国际工业巨头 西门子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要说到公控软件 恐怕不是专业从业人员 根本就不会有接触到的机会 实际上西门子的STEP7和西门子WinCC软件 是西门子开发的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 通过这些软件 配合西门子的PLC控制器 就可以实现对工厂生产的 在线监控和控制 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这个如虫的不同寻常之处了 电脑可以说是人手一台 而工业流水线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阵网如虫内含一个大型的 动态链接库文件 其中包含了大量的DL和组件 一个庞大的配置文件 其中包含400多项设置 攻击者可以根据情况 对其进行调整 以更改阵网如虫的行为 例如更改远程计算机的地址 自我复制的数量等等 更奇怪的是 安全人员还在文件中 发现了停止感染的日期 每当阵网遇到新机器时 它都会检查计算机的日历 如果时间超过2012年6月24日的话 它就会停止运行 此外阵网还重新编成了 Windows API的一部分 因此每当有程序调用 这些程序接口的时候 操作系统把这些请求 转给内存中的阵网 当西门子的WinCC软件 和西门子的PLC设备 通过数据线连接时 阵网会连接两者之间的通信 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 修改PLC设备上的代码 这意味着阵网病毒 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 完全控制由西门子PLC 控制的工业生产线 可别忘了工业生产线 可不是家里的微波炉 小到监控相机 大到万吨水压级 都可以出现在流水线上 一旦控制器被不法分子入侵 所造成的损失 可就封简由人了 如果防病毒引擎 对内存中的文件产生怀疑 并尝试检查它们 阵网也有对策 因为它控制了负责显示文件 属性的Windows API 它可以欺骗防病毒扫描器 让它认为文件是空的 研究人员发现 每次阵网感染系统时 都会向两个伪装成 球迷网站的互联网地址 发送有关被感染计算机的消息 每次阵网感染一台机器时 它都会联系这两台服务器 当然了 这些域名的注册人和信用卡 是肯定查不到的 它报告的内容也很简单 包括被感染机器的内部IP地址 运行的Windows版本 以及上面是否安装有 西门子公控软件 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通过对网络流量进行重定向 跟踪被感染计算机的来源时 研究人员发现 更为蹊跷的事情来了 在最初跟踪的38000台机器中 有超过22000台位于伊朗 印度尼西亚位居第二 约有6700台 而美国的感染机器不到400例 其他国家更是只有个位数 当然了 所有受感染的机器中 只有一小部分 安装了西门子软件 其中大部分也位于伊朗 有200多台考虑到伊朗的互联网发达程度 这是十分不寻常的 即使是在中东或者西亚地区 伊朗也从来没有在计算机病毒爆发榜上 占据一席之地 原因无他 伊朗经过大几十年的轮流制裁 互联网发展程度极低 哪来那么多电脑让病毒感染的 而另一个不寻常之处 则是阵网的行为 正如前面所说 它的攻击目标仅限于西门子的SCADA软件 而且它只攻击来自两家特定供应商的 变频驱动器的PLC系统 首先它会监控所有连接电机的工作频率 只攻击转速在807赫兹到1210赫兹之间的系统 而这个频率比大多数工业应用中 电机的典型工作频率要高得多 专家认为 阵网是恶意软件历史上 开发力度最大 成本最高的病毒 要开发出它的众多功能 效益之能力极强的程序员团队 并且对工业流程有深入的了解 许多独立新闻机构认为 阵网是美国和以色列构建的网络攻击的一部分 代号为奥林匹克行动 2024年1月 荷兰媒体人民报报道称 是荷兰工程师艾里克·范萨本 于2009年潜入了纳毯子的地下设施 在纳毯子的计算机系统里安装了阵网 不过也有说法称 艾里克已经在2009年 死于一场可疑的交通事故 因此事情的真相 可能还要许多年才能被人们发掘出来 不过虽然伊朗宣称 阵网并没有对伊朗核浓缩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阵网的后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基于阵网的毒蛆 火焰等恶意软件都被开发了出来 而他们的目标就不局限于 西门子公司的控制器了 潘多拉的盒子已经大开 没有失望行 继续喜欢点试 可以使用了控制器了 容易受到抓了 预防地震却